所以說它一邊玩樂 那也可以一邊有這種教育的功能 讓它對於海洋能夠有初步的瞭解 水底下一張張美麗的畫面 地點在潮進保育區內 攝影愛好者透過水底攝影 紀錄下一千張正貴照片 這一株珊瑚上面就發現了幾隻指引蝦 然後慢慢的靠近 因為這些蝦子它跳動能力很快 那慢慢靠近之後就拍下來這樣照片 那這張照片基本上 除了有把蝦子很重要的身體的結構拍出來以外 其實劉珊瑚這邊的古增的構造也有拍到 所以加上整個構圖是比較艷麗豐富的 所以可能是因為這樣才有機會被選出來 推動海洋保育 就用市政府舉辦了8T次的海洋公民科學家培訓課程 一共培訓了56名公民科學家 透過公民科學家專長 紀錄水底下正貴照片 其中有潛水之工首次在朝靖 紀錄到日本冤轟與日本虛殺的出現 這些正貴照片 將提供給學術單位進行研究 所以第一階段其實 紀錄市政府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去找出了這些公民 愛好者透過專業性的一個上課和培訓以後 讓他知道說一張好看又美麗 而且還可以結合科學研究和分析的這樣子的一個照片 其實對於科學研究上非常的重要 畢竟科學家對於 包含從政府或國際上爭取到的計畫資源又少 人力的又少 所以相對如果我們相關的公民科學家 如果他透過他平常的喜好和嗜好 然後進入到不同的可能調查場域的時候 透過他基本上花的他自己興趣所拍照 出來的所有照片只要角度對環境對 這張就是一個非常有價值可以供學術研究的 最重要的一個證據 基隆大力的推動海洋公民科學家的計畫 那最主要原因是希望我們透過課程 培育我們熱愛喜愛潛水的玩家 讓他們能夠有意識的有計畫的 下去做潛水 協助市政府跟我們研究單位去紀錄海底的生態 那因為他有受過課程的培訓 所以他的這個拍起來的照片 那都是可以為研究人員所用 那我們研究人員就可以透過這些照片的變化 去研究海底生態的相關的科學 基隆潮境保育區內擁有豐富的生態 及多樣性 透過這些公民科學家參與 進行基礎調查和影像紀錄 也為海洋資源永續盡一份心力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